男子向警方公稱朋友被人強壓爐走 說得煞有其事但根本是一場騙局 新陽情人節當天台南市永康區 警方接獲報案 說有一名零性少年遭到一輛白色轎車強行爐走 但是不久後報案人又改口說 人已經找到了是自己誤報 警方追查還原真相 當天凌晨一點二十分 兩隊情侶前後進入住所 到了四十二分 門口卻只剩下三個人 向警方報案朋友零性少年被抓了 但到了兩點多 零性少年又一起出現在超商外 四個人有說有笑 原來一切都是零性少年 跟他朋友聯手測試同行的女友愛不愛他 才演了這一出 甚至為了取信女友連警察也一起騙 這四個人道案說明後女友還幫男友說話 只不過亂報案屬於刑法誤告罪 全都遭移送法辦 華視新聞劉煥生台南報導 哈囉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